12月25号耶诞节 我们带来看看英国首相官邸 唐宁街10号也推出了应景的 庆祝影片非常特别 是由捕鼠官猫咪赖瑞 独挑大梁 他带着镜头带领观众 导览首相家里头的耶诞布置 那么正在海外度假 没有和英国王室团圆的 哈利王子一家人 在这两天也释出了一张 全家福的黑白照 趁着佳姐献上祝福 不过冬天除了可以泡温泉 还能做什么呢 我们接着镜头带你来到 是中国黑龙江 这是连续第四年举办的 冰上捕鱼节 渔民像这样子站在冰上头 捕捞百顿鱼货的壮观场面 每一年都吸引了上千名游客 慕名前往 因此带动了地方的观光 环保署定出了2030减速的目标 那么今年七月份开始 也和大卖场回收业者合作 把每天高达40公斤以上的塑胶封膜 回收再造 制成一颗颗的再生力 成功外销到全世界 而且还可以加工成衣服的原料 塑胶制品 形成完整的塑胶循环经济 外食族越来越多了 那么盖子的补充也相当的重要 市面上先入品牌 五花八门选择多元 那么业者是特别 请来了张爱佳重磅回归 替他们代言 又要降温了 就是因为封面通过 东北季风增强 星期四下半天开始 北台湾的气温会快速的下降 越晚还会越冷 低温下探设施13度 提醒您出门要注意保暖 我们接着带来关心 星期四全台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 感谢您加入这一节的午夜新闻 我是刘芳慈 学院最后我们带您到韩国